我真的比较會射 Hi 大家好 我是阿傑 今天來到這個 是大直嗎 來到大直去投 然後今天特別 請到了一個特別來賓 這個怎麼會變阿傑流記 不是應該是 佛遊記嗎 自己的名字還不記得 他們沒有通知我換主持人阿 有啦他們今天其實有發一個通告 說要比顏值阿 你知道我們另外一個叫做Peter 他得了 你們上面標課剛好頒給他 我認為我的顏值也不差 然後你又是顏值擔當 不好說不好說 所以我決定 challenge 說我們到底誰的顏值才是定義 才是定義 今天要比顏值嗎 今天比顏值 好喔 奇怪今天要比顏值 為什麼要把面罩戴起來啊 嗯哼 對啊 所以我們是要脫掉 要不然我們現在脫掉 這個在哪裡啊 好啦今天來其實就是要來 因為我們兩個YouTube界的帥哥 除了比顏值 顏值當然是不相算的這樣 最主要的是從 告訴大家像我們擁有這樣的顏值 到底要做什麼活動才能匹配我們的顏值 筆線 不是 色 筆色嗎 筆色是下一把 我們有請教練吧 有請教練 教練 Do my do my 教練 大家好 這可以介紹一下嗎 教練 這個是 這是我們的面罩 面罩和這個腕魂 主要是保護我們的頭褲 那我們在 已經在對打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一定會是著拳套裝備 非常非常的安全 拳套 沒錯 拳套裝備 人帶有加錢嗎 在這邊訓練一定是拳套 強迫拳套 對 定規啊 又是安全 拳套比較安全 非常安全 我也喔 真的很安逸 等一下 原來有在錄嗎 好啦我們來先學一些基本的動作 基本動作吧 對沒錯 基本動作 等一下 整個錄影都這樣嗎 喔對 然後外面那個都會敲到北定北 檔位不知道要怎麼錄 好我們接下來先 我約了 好我們來請教練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的內容跟基本動作的部分 好不好 OK那待會在進行實戰的對打之前呢 因為基建運動非常講究 每個速度以及策略的運用 所以我們在對打實戰以前呢 我們會先利用一個遊戲來進行熱身 同時也訓練策略這個反應 待會這個策略的訓練叫做搶手套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他幫我們示範的第一個方法 OK把手套搶走 很好 第二個策略就是 當對方搶走手套的時候呢 你可以抓他 抓到這樣也算 第三個策略呢 你可以丟對手抓你 我假裝要抓手套 在我還沒碰到手套以前 對方如果碰到我 這樣我也算 OK 不是後製把那個問號去掉 所以他就被說放 House 2 4 4 5 5 4 5 5 你不要啦 你不要啦 這是體力活 這是體力活 那我們接下來會開始進行 極劍的腳步的訓練 然後再來我們就會直接著裝上場對打 腳步很重要 對對對 你要知道如果在場上移動以及攻擊 準備動作 準備動作 我不是這樣準備 台九四個 你說 來來來來 好 好啦我們在那個正式要對打之前 我們請教練 請兩位學員來幫我們示範 真正真正的比賽 因為我們怕我們等一下會 我們應該會難慢到賽的 打三分鐘0比0也有可能 有可能 我們先觀賞一場正式的比賽好不好 直接進去 記得第三者會先進去 然後在上面繞 預備 開始 好 好聽 所以兩邊的燈重量對不對 這一邊是亮無效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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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公司選下來我的右方 然後他吃到有效不畏 所以就是有公司的 吃到有效不畏 所以就不得分 喔 很難耶 預備 開始 好聽 好聽 對 剛剛一樣 他往前動作稍微比較大的時候 他就直接往前踩空了 但我們先進去 他已經被抽到 拿出 他就可以跟他看 他已經在 exemplo 已經沒有帶你 翁子 沒有帶你 翁子 再往前踢 欸 裁判我發現有一個點 就是他如果對手他這樣站很閒 就是也是算是一個方法 一個方法 但你被補掉 再發生在同時你也看遲到對手 我垂了 你垂了 出界 我一定也想回家了 天啊 欸 很累耶 我發現 這邊 這邊會汗耶 而且他穿了這麼多套的東西在上面 其實 哇這個 欸這會瘦耶 欸這會一直撐著半蹲 然後一直在緊張的動態這樣 其實蠻累的 欸其實蠻好玩的 真的 好啦我們現在呢 嗯 前面的分數我也不知道他們說不算 我打很辛苦他們說我們今天不是比這個 所以我們由他們 五位來決定 今天的 今天誰 誰 勝利 因之焕發 好我們由他們來決定 3 2 1 開始 我覺得看你的表情 我就知道 我覺得看你的表情 我就知道 阿絕不妙 哎呀 阿絕你為什麼會選我這邊呢 因為 因為陳 一件也叫格鬥中的達人 所以姿勢的優美 非常非常的重 你看我剛剛那個 我剛剛那個算優美了吧 嗯 可以吧 沒太前衛了 今天呢 算是太前衛了 今天呢 算是太前衛了來到這邊 我第一次接到這個我覺得是滿好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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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講求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講求運動家的選擇 那我等一下呢 大家覺得要去做另外一項比賽 然後這個比賽我先收下就正面了 好 我們等一下還有下一個比賽 欸 我跟你說 我今天特別特別思考了一個問題 就是 顏值高的男生 的專長到底是什麼 我思考了一天一夜 我發現 色 所以呢 我想說如果拍我們私底下色 可能會被黃標 所以我們除了要比顏值之外 還要比我們的音質 看誰比較會色 對啦 我是40歲再怎麼說應該也還可以 你已經40歲了嗎 你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怎樣 你真的不知道我40歲 觀眾都知道嗎 所以你不是我的觀眾嗎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 今天比完之後等一下呢 輸的人會有懲罰 但是我先不跟你說懲罰 我怕你壓力太大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進入比賽環節 我先收穩 不太容易射 這個遊戲規則就是301 是你要射到301 然後會有時局 如果我們都沒有完成這301一個分數的時候 他會取我們最堅強的那一場來判斷 輸贏 嗯哼 贏了先嗎 好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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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練的喔 我沒有 天生的啦 我今天是今天練 我每天都翻過呢 我在那邊這樣子 今天場地裁判都是你們的人 不是啦 大馬啦 我真的不會喔 那有分點 原來沒有很難嘛 哈哈 你們好像很安靜 正常的是這樣嗎 對 這麼安靜 沒有會有音樂 我剛剛的眼睛好了啊 Happy birthday 對 69 欸 你比較會射喔 開心的數字 欸 等一下 故意了吧 我們是一個69的組合欸 不是一場69 表示我們會玩 可是 69 我們來表演一下 他爆射 我真的比較會射 射爆他 哦 五耶 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都喜歡看阿傑射爆他 我要射喔 射 等一下 射之前先講一下 你要射 沒有要先問阿 一出人命 爆射了 我真的爆射 這怎麼回事 就是 我的分數更低對不對 真的 欸其實你算準的欸 差一點點欸 唉唷 我也差一點欸 我們就是一個 處在一個瘋狂大爆射的狀態 他其實很後悔說 叫我們來射 他有說 我看你媽可以看什麼黃江 我媽開爆 沒辦法 沒機會了 欸我贏了 我贏了 啊不 輸了是不是 欸我又贏了欸 真是勝之不武欸 因為我一直在嘆啦笑 我就跟你說 這我剛剛已經說 比較不容易射了 這樣 其實大家都沒關係 問題是就是 製作人 跟 跟姊姊已經快爆炸了 封掉了 封掉 他們說他們很後悔 帶我們來這邊 櫃球那種 櫃球無麻版 好 比賽結果出5了 1分 5欸很接近 想不到我射出4 喔 你射這個出4了欸 你不要做那個節目不能播 所以呢我們的 懲罰很簡單 就是你拿著這個東西 拿著這個 對 在你直播的時候 說 我輸 我比賽輸了 所以我要 慚愧 宣傳會的頻道 就是我 希望大家去訂閱 了解 最後不是重點 重點是 Fred比我帥 我就跟觀眾講說 我跟 Fred比帥我比輸了 殘虧嚴吉大殘敗 那我跟你講 我不會虧待你 我還是也會在我你 我現在 在我頻道宣傳你 個人的頻道 好不好 然後這個地方 我就會再講 然後請訂閱RJ 廉傑客 RJ RJ 剛剛有聽說你 就是有在開一個遊戲頻道 你有看到現在的 遊戲頻道 這叫RJ的遊戲頻道 RJ的遊戲頻道 RJ的遊戲頻道 你看我幫你進傳兩個頻道 你也DAM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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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